郑书役生下儿子这年,郑家父母彻底退休,老两口就只有郑书役一个女儿,于是他们想离郑书役近一点,不过老家的房子也不能卖,毕竟老两口在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,以后想回去的时候,还是可以回去住几天的。 郑家父母手里是有些积蓄,于是,他们没有跟郑书役实验商量,就在江城离郑书役家不远的地方,买了一套房子。 这样,老两口以后想住江城住江城,想住老家时也可以回老家。 郑书役知道的时候,已经是二老搬过来住的第一天。 妈,你怎么不跟我说?郑书役拉着他娘的一只胳膊撒娇。 跟你说干嘛,我们现在身体还不错,也有余钱买房离你近一点,这就够了。 跟你说了,被实验听到了,万一实验送我们房子,我们要还是不要。 依依呀,实验是宠你,可是,我们不能一位所取,这是容易出问题的。 爸妈搬过来是为了能经常见小外孙,可不是来拖累你们的。 郑家父母突然离郑书役这么近, 让郑书役觉得她的幸福感又增添了几分。 她跟之前那个小女孩郑书役一样,窝在她男怀抱里。 行了,这么多年也没有这么肉麻过。 这丫头,我美如把郑书役从她怀中巴拉出来。 你以后带着我外孙女跟外孙子多回来吃起顿饭就行。 想吃什么,可以提前点菜。 这么说,不带外孙女跟外孙子,就不能提前点菜了。 郑书役逗她娘,想什么呢?不带孩子,饭都没有。 王美如瞪了她一眼,郑书役哭笑不得,但好不容易跟她老娘平一次。 郑书役还是愿意逗王美如开心的。 妈,我是你亲生的吗? 是不是石燕自己一个人来一颗一点菜? 就我不可以。 你理解的相当到位,王美如可真是亲娘。 郑书役被打败了。 罢了,亲吗?如今,石燕没再给郑书役配司机,而是郑书役自己开车上班。 当上老板的郑书役上班相对比较自由。 比如,有时候她出外勤政好的饭点了,就会回父母家蹭饭。 虽然,王美如说了郑书役自己回来的话,不会给郑书役吃饭。 但王美如也就那么一说,王美如每次看郑书役回来吃饭,还是相当高兴。 甚至,有时候不用郑书役去预约彩单,王美如就已经给郑书役备好了她最爱吃的东西。 既然郑书役可以这样,石燕也可以。 刚开始的时候,是王美如给石燕打电话,易易回来吃饭了。 石燕是不是也应该回来吃顿饭。 后来,不用王美如打电话,石燕就会自动自觉地回来。 其实,这样的生活对于石燕来说,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。 石燕作为一个总裁二代,从小就是高冷的总裁公子,长大后更成为铁骨铮铮的霸道总裁。 认识郑书役之后,石燕才从高高在上的王子,一步一步走向属于郑书役的尘埃里。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,接地气原来是开心的。 跟岳父岳母相处久了,石燕也越来越喜欢上这个家庭。 郑家的家庭氛围,跟石家是不一样的。 石家总是有一种冷冰冰的贵气,而郑家,永远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气。 很短的时间里,石燕就跟郑家父母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。 于是,郑书役说的那句话,不再是一句话,而是变成了一个事实。 这个事实是,石燕成了郑家的亲儿子,而郑书役成了捡来的女儿。 这天,郑家父母接到女儿的电话,女儿说要带自己闺蜜来吃饭。 郑家父母于是做了满桌子的菜。 打开门后,王美如却被惊了一下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